港鐵去年凍結票價後,今年票價再度上條 港鐵公司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,公佈由6月30日開始 票價根據可加可減機制上條3.14% 69%乘客的車程車費加幅少於3號 而所有本地車程車費加幅亦不會多於5號 但八達通乘客每程九七折優惠會繼續推行到明年1月1號 港鐵為此會補足6千萬的差額 另外港鐵亦承諾月票和都會票售價在年內不會改變 以及繼續早晨折扣優惠 因此大部分八達通乘客在2018年實際支付的車費將會維持不變 而由星期日開始,港鐵亦將會推出綠色小巴轉乘計劃 用同一張八達通乘搭小巴轉港鐵或港鐵轉小巴 都將會獲得3號的折扣為期五年 港鐵解釋,高票價收入是維持優質服務的基礎 因為港鐵這個服務的確要投入很多很龐大的資產和資源 才可以做得到 我們要不停地維修和保養我們的設施和資產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也要回應地區或者乘客的要求 我們要去有一些加強或者改善 有市民說港鐵加價只可以無奈接受 沒辦法了,可以獨市 加價肯定不好的 港鐵表示過去的一年已經投入超過86億元 去保養和更新現有的鐵路系統 又預計在未來的時間將會在這一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香港商務記者梁稀然報導 怎麼變成陽性壯 市民說明 市民說明 即港 指標 是我 沮で